大家好 之前咱们聊过民国的时候 何凤山先生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时候 不顾上司反对 发放了成千上万的护照签证 拯救了很多的犹太人 其实在当年风雨如悔的岁月当中 像何凤山这样拯救犹太人的中国外交官 还有一位 他的名字叫王蒂夫 他救下来的犹太人也有成千上万 但是他代表的不是中华民国 而是围满中国 所以他在战后的命运就非常的悲惨 那么这王蒂夫有什么故事 他为什么要去救犹太人呢 今儿咱就聊聊这个 王蒂夫1911年出生于吉林 语言天才 在哈尔滨读大学那会儿 就已经做到精通英俄德日四门外语 31年918事变爆发 那王蒂夫身为热血青年 充当了反日会的会长 曾经呢跟同学携带物资援助抗日部队 结识了抗日名将马战山 哈尔滨沦陷之后 王蒂夫被日本人抓进监狱 后来在审问中啊 日本人知道王蒂夫不但是大学生 还精通四国语言 在当时一个大学生就得非常稀罕了 差不多相当于现在博士后 这位呢还懂这么多外语 那是放眼四海都难得的人才 于是呢 当即对这个王蒂夫和他的家人展开心理攻势 威逼利诱 说什么都要他呢 为即将建立的维满洲国效力 王蒂夫考虑到父母啊 被日本人威胁着 这也是软肋啊 往上往下的都是软肋 万不得已就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 当时世界上承认维满洲国的国家寥寥无几 但这其中呢就包括苏联 王蒂夫会俄语 刚好呢可以出任满洲国驻苏联的外交人员 1932年的12月 这个王蒂夫随满洲国出使苏联赤塔领事馆的领事 开始呢他海外的外交生涯 几年之后随着日本跟纳粹德国越走越近 德国承认了维满洲国 王蒂夫呢由于出色的德语水平和外交才能 很快呢被派驻德国成为维满洲国驻德公使馆领事兼书记官 由于小伙子长得帅德语好 甚至呢还被希特勒接见过两次 这个时候啊二战还没有爆发 而希特勒已经毫不掩饰了在德国国内迫害犹太人 在同希特勒的见面中 王蒂夫也真切了解到这位反游是动争格的 一开始呢希特勒还顾及国际影响力 那仅仅是排挤犹太人 也就是想尽各种方法把犹太人驱逐出境 可是当时呢这个欧美各国都不愿意接收犹太人 于是维满洲国就被推到了前台 1938年纳粹德国外交部长李温特洛普 亲自接见维满驻德公使吕宜文 也就是王蒂夫的顶头上司 要求呢他为离开德国的犹太人 发放前往美满洲国的签证 吕宜文是公使并不负责签发护照的具体任务 于是这个任务呢就下派到王蒂夫的头上 当时的王蒂夫啊 已经得到了一些纳粹德国的高层资讯 知道呢这所谓的驱逐犹太人 只不过是接下来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序取 所以呢只要是来申请的犹太人 王蒂夫一律是来者不拒 到了1939年8月二战爆发前夕 他总共签发了7000多本犹太人的救命护照 拿了那个护照之后 德国犹太人就可以坐火车 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 一路到哈尔滨安家落户 从此是逃出生天 1939年的9月 纳粹德国入侵波兰 二战全面爆发 这个时候呢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态度 就从驱逐转下了灭绝 而且越来越不掩饰 在波兰开始修建犹太人的隔离区和集中营 在国内呢也开始收紧对犹太人发放的签证 李宾特洛普呢就再一次接见吕一文 说呀德国已经在波兰建了不少犹太人聚集区 其实呢就是集中营 并且暗示他可以不要再给犹太人发护照了 王蒂夫此时正在热火朝天的签发护照 能救一个是一个 听到这个消息呢 他感到很突然 但是呢 王蒂夫对于外交规矩是懂的 他对吕一文讲啊 目前为满中国还没有针对犹太人的明确意见 而德国这边呢也没有明确意思 说停发护照 如此一来一切应该照常才对 而且咱中国古话讲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救所有的人不可能 但此时让我放下那些犹太人 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吕一文半想默然无语之后 对王蒂夫说 你可以继续悄悄的办理犹太人的签证 但不要声张 不要让德国秘密警察知道 也最好别让日本人知道 这就等于呢是默许了 于是王蒂夫就继续为犹太人办签证 为了避开公使馆的耳目 他暗中联络好了柏林的犹太人工会 让他们收集好要办签证的犹太人护照 并且指示工作人员在每天外出或者下班后 取护照 当晚办理签字之后 第二天再送回去 如此一来签发护照就可以不在公使馆举行 而且呢也不会有人等着拿护照排长队 可谓是神不知鬼不觉 就这样王蒂夫就又给犹太人办了5000本护照 直到1940年 他接到维满洲国外交部的调令回国 据说呢他临上火车的时候随身还带了一大堆空白护照 看到犹太人就签名发出去 算是给犹太人最后尽了绵薄之力 从始至终经王蒂夫之手办理的犹太人护照 有一万两千本 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 咱们知道二战有一个拯救犹太人的英雄叫辛德勒 他拍了个辛德勒的名单 他的工厂救了1000多犹太人 那跟这个辛德勒比下来 王蒂夫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一个壮举 王蒂夫回国之后 继续留在维满外交界工作 到了1944年末 战局呢对日本是越发的不利 维满洲国也在进行政府改组 试图进行垂死挣扎 此时正是所谓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候 王蒂夫工作高效 处理事务井井有条 而且年轻大有可为 让他受到了这个溥仪 和日本人的赏识 1945年5月呢 他被溥仪接见 并且呢被破格提拔为 委国务院总务厅参事官 这一年啊 这个他才35岁 能在这个年纪担任这样的官位 用溥仪的话讲啊 这是日满官员里的头一个 当然了 等待王蒂夫的并不是什么官场平步青云 大展宏图 几个月之后小日本投降 维满洲国呢也就灰飞烟灭 本来啊王蒂夫之前只是外交界那名中低级官员 算不上什么大人物 更算不上什么战犯 但是就因为溥仪的这次任命 王蒂夫是无论如何都逃不掉了 战后呢 他被判刑25年 在苏联赤塔一直服刑到1956年 然后呢被遣送回国 一度生活艰难 甚至呢70多岁 还继续做了10年的首夜打惊人 即使如此 茂迭之年的王蒂夫 对当时那段拯救犹太人的往事 还是讳莫如深 直到世纪之交 以色列呢开始统计 当年二战的时候有多少人拿到签证 远离纳粹迫害 才发现了王蒂夫的名字 只不过这个时候 王蒂夫已经悄然离开了人世 王蒂夫的故事啊 讲到这儿可以告一段落 咱们总说啊 一个人的命运 特别是历史评价 不完全是自己决定的 还要看历史的进程 王蒂夫当时选择出任委职 站在历史的角度 当然是不明智的选择 但即便如此 他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 发自善心 做一些事 救一些人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 好了 关于王蒂夫的故事 咱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